一个又穷又缺的底层人 从踏进批城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只能当个局外人 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资助 也没有家族收留 我只能顾住一致相信自己 当你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 就不用求谁批准 我们迷失了自我 丢掉了梦想 只为追求伟大 我们没能坚守圣行 得纠正我们犯的错误 好的 感谢解说期的三位老师 那我们这边也是 再度的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的明星召唤师 罗云熙希希哥 你好 要不要今天 跟最后的召唤师们 来大声招呼呢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现场 然后又一次的来当这个评委席 和大家一起来现场观看比赛 感觉还是特别不一样 是的 那刚刚希哥其实也是比较辛苦 我们开场有一个表演秀 也是跟我们的年底双车之战2 来做一个合作 那第一场的小局看完以后 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第一场我们打了也是比较久的 对 其实我觉得第一场比赛 双方的拉扯还是特别的有看点 对吧 前期其实WBG拿到了前期有进攻压力的这个阵容 他们其实还是做得不错的 前期一旦一定是拿到了有一些优势的 只是他们在中期断了一些节奏 对 但其实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在后期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双方的拉扯包括在边路的找机会 我觉得其实都做得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是不是有些英雄感觉他打到后面就会比较猛 对 后期的曲线还是差一些 你看这个这个京东拿的狗头 加上小火龙这两个英雄 然后发育的都非常不错 加上Ruler的EZ 就是简直是神级发挥 是 对吧 所以就是还是 我觉得下一把可以 再往后面一点选阵容吗 对 我觉得 要不要考虑 也不要这么有时间压力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包括 我觉得他们拿的中单小炮这个点 因为刚刚我也和记得说过 对 中单小炮这个点 是不是在当下版本 削微的有一点点 是 因为是吧 尴尬 之前其实不管是厂商的小虎 或者是涛博的小奶油 用这个英雄其实也包含了 在之前的一个沙特杯打的时候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但就是这个版本已经做了削弱了 这个伤害面板上我们也看到了 四万二的Luler 贡献了全场的一个输出 那当然 作为我们的这个嘉宾 希哥是没有来参与我们的MVP投票 但我跟塔子杰要投出我们的MVP 那我们 我这一票是要给到Luler的 我这一票也给Luler OK 但也很有趣 其实昨天枪哥在第五局 是对方先选出沙漠死神 他选出凯南来应对 但今天是 WBG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他没有留Counter位 因为我们都知道 WBG高顺位孙子 他其实第一小题 是有优先选边的 他选了红 但是他是把Counter位留给了 打野 对 留给了塔战 那塔战最后其实是拿了一个 朱美之城来给打野 那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这确实在第一局表现出来了一个 他们强大的一个后期发育和运营的能力 可能也像二位说的一样 下一把如果回到WBG这边 他们需要考虑的是整个阵容要不要 在前期有一定的进攻性 然后后期也要有一些大和的保障 是 其实就是BP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点 就是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的一个POG 先中断一个话题 这把的POG MVP 最后给到的是鲁乐选手 鲁乐非常豪华的一个六杠一杠八 本场只阵亡了一次 打出了三十六的一个伤害占比 真的小容忍得做这个大哥 对吧 卖的可能去探草的是伊哲 对吧 但是刚刚说没关系 大哥是鲁乐 我就直接贴脸去看了 没问题 能配合起来就行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下一场的BP的 不知道这个大蝎子 还有女枪这两个英雄 有没有上场的机会 包括中单的卢锡安嘛 是 但 飞机 但我估计会被办 卢锡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WBG打BP那个比赛以后 小虎现在感觉有点拿不到这个英雄 因为上次打LNG的BP也是三场全单 对吧 那也想问问就是 齐哥你觉得就是因为第一局WB选后 那他们第一场卧败以后 他们还有第二场的优先选边 就你的观点 所以他们得选蓝 试一试吧 试一试 对吧 没问题 不愧是齐哥非常的专业 因为他毕竟有一个一场的优势 是 我已经收到消息 就是你红色方 你自己还要BAN这个飞机 其实很难受 所以下一把WBG TAP TAP 选择了一个蓝色方 两边蓝红方 消败我们稍事休息 来期待第二场的两队精彩较量 有个重大的一个错误 在第一局我们是透过了直一命的方式 JBG取得了蓝色方 那第二小局那就是有败者的 WBG选的蓝方 所以可能刚刚希克也顶到一个点 确实有点奇怪 如果主动选红 我又要自己BAN飞机 那好像失去了一个 小虎很厉害的武器 是的 因为刚刚最后一 WBG最后一选是留给了打野 是吧 是 所以现在他们到蓝色方 我觉得应该有 比较好做一点这个BP 是的 那我们在第二场的 一个进行比赛之前 还要提醒各位招演师 以及玩游戏就上我们的一个拯救者 2020联想整个全系列的一个产品 再度升级 高能登场 与所有招演师们一起为战而生 想要打出好的一个战绩 就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设备 最后是我们希克 刚刚也是开场的秀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讯息就是 英雄联盟的双城之战 动画的第二集的预约 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启了 长大屏幕上面的一个二维码 或者是通过掌上 英雄联盟的APP 腾讯视频的APP 就可以进行来预约咯 真诚在起 未来可期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今年双城之战 大家都很期待 太期待了 而且希哥其实也有合作 是的 因为我也参与了 双城之战2的这个配音的工作 也是为维克托配音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剧透 但是我就只能说2非常的好看 不看你们一定会后悔 是的 但是我们的区域这个赛 还在如火如荼的一个进行 所以我们要将焦点 拉回到我们的一个比赛 一起将现场的画面 交给我们的解说齐老师 好的 第二小区要让我们恭喜WBG 他们 刚刚希哥其实在我们进入第二场的 这个BP之前有 就说有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是 那我来跟你一起打慢节奏 我放弃进攻 但WBG选择的第二条道路是 我还是要尝试进攻 而且这把他们做到了 算是一把闪电站 把第二小区给拿下来 是 其实你看他们从一级野区的设计开始 然后就拿到了铝毯的人头是吗 是 我记得是 然后其实就开始已经在运行 进行他们的运营 包括前期他们下路有一波三包二 三包二 然后那波拿下了EZ的人头 然后后续的一个乱战当中 那个我觉得寒冰的那个闪现 然后收割掉了大树那波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下路有一波对吧 最后刚刚解说老师也说到 它是最赚的 保持了一个双BUFF 就是下路有两波乱战 然后一波就是最终 刚刚是希哥收到的LIGHT 战到了一个最后 一波是后到的一个小湖 一个爆炸火花 在蓝BUFF那里打起来的一波 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 哲力能先到 所以可能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想要尝试 是 那一波很可惜的是 哲力没蓝 没蓝放大 对 从头到尾没放大 然后最后画面我们看完回放回来 它下路放大那波但也被抓死了 是 对吧 因为那波它已经掉伞 看到BUFF上面 我们可以跟大家提点一个点 就是这种WBUFF的蓝方 它的一个想法就是 那我依旧要封锁飞机 但是我小火龙不 可能认为上一把输在后期 高智哥有小火龙 压力太大 还是打出了很多的一个输出 对吧 那对于可能京东这里就是 我中单是个哲力 前面其实是一个不好帮 也不好去帮别人的英雄 那这把其实做到最好 就是直接 刚刚希哥点到一个 就是下路直接很早的 韩冰跟瑞尔的这个强势组合 越你下路 让LULER这把发育 他最终比赛基地爆炸的时候 他的摩切都没出来 就是围绕着下半区去进行进攻 但这一把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小炮可能有了装备成绩之后 其他的中路赤塔皮的效率也非常的高 然后下路拿到游戏之后 其实能陪着打野 一起在野区疯狂地做事 最后一波可能 对于京东的最后一波反打团 是在自家红区的那个LULER 但那一波呼吸哥的凯南也是 就是后进场 再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对 那波其实我觉得 翠神的勾引还是蛮好的 对 而且翠神这个英雄 我觉得他面对狗头 他后期可以出一手救赎和这个干锅 其实解他的那个枯萎还是蛮有用的 就他功能性的团队里面很重要 双色本来就肥 然后还有一个翠神的一个阵击 是的 有点危险 对 这波一个爆炸火花 直接就逆转局势 是的 刷了一个火箭跳跃 然后再来把LULER给杀掉 这波其实也是京东追得稍微有点久了 就从蓝巴弧一直打打到小炮 可能比较好的状态来正面参团 是 但这波其实也是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先逼了 上一波在那个大龙龙坑里边 曹松那个处 对 曹松处 对 逼了那个RULER的闪现 然后直接下一波 凯南就是一个TP 然后直接终结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节奏就打出来了 这把福也跟上一把一样 就今天WBG 我觉得不管第一把的落败跟第二小局 他都有做得很好 就是福也一直在一起做事 所以福也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其实各个点其实都有 就是感觉可能还不到小虎 还不到小虎发力 对 希哥好像蛮喜欢崔斯塔纳这个英雄 我们非常喜欢崔斯塔纳 对 他有点像是这一局的 我觉得保险牌 但是感觉队友已经是把这个进攻 非常流畅地打完了 对 铺平了 给他扑了路了 而且他中期那波收了三个人头 是非常加快他吃塔皮 然后发育的这个节奏 是 当他出现了一个推塔七系 这把就拿下了 就很顺啊 就吧 所以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 京东下一把大概率还要回蓝 对吧 就是 红色帮你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蓝柏这个英雄是没有 至少LPO跟LC跟赛局 几乎没有队伍到最后赛的后三轮 会放这个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现在感觉太强势 对吧 那他多扛一个边位的话 有没有办法 就是你蝎子 飞机加小龙人 你是必要开一个位置给蓝柏的 对吧 就是这个点上 看看WBG下一把的红色帮还能获取吗 还是京东会再扳回一层 其实上一局 我觉得Light选手的韩冰也是玩得挺好的 但是呢 可惜 没事 你说 我 没说错 Light选手的韩冰选手玩得好 对 然后其实第二局 他这个手感还是挺火热的 两局了 所以意思是说 你在想京东又不要 要去限制这个英雄 是这个意思吗 七哥 但可能班位不够 我觉得 对 应该班不到这个英雄 应该班不到他这个英雄身上 有一个解决方法是 他同样的拿出 也是强对线的组合 因为Easy 我们都知道这个英雄 还是要两件套 对吧 对 你可以去拿出 就是同样 因为 好打线的 要不要拿出那个 复仇之毛怎么说 差异吧 复仇之毛这个版本可以 可以吗 还是有队伍用 就是 但是是少选的 但就是我下路最凶的组合 就是我拿出来 不管配列纳塔 就是传统的卡列 还是去搭别的 牵手辅助也是可以的 垂时可能比较难 瑞尔这种牛这种 它都是可以搭配的 对 但是有点走钢丝 卡列斯塔 这个猜测当然我觉得 是比较小概率 就是说 那我们下路就来 跟涛博打BLG一样 我们下路互相抱歉 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好像这个版本的节奏点 还是在中路 会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中路毕竟是一个 大盒的AD嘛 是 好的 那我们这个场中 也是有幸运的一个抽奖的 一个环节 但是 是的 那同样的 京东是选择了蓝色帮 如我们的一个猜测 所以现场的这个 观众也不要走 离开自己这个座位 我们现场要进行抽奖活动了 线上的同样的 也有这个抽奖的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张画面 交给我们的一个主持人 西安姐咯 更强的队伍 现在两个战队就是1比1嘛 同一起跑线 大家就看下一局 谁的BP做得更好 或者状态更好了 是的 那第三小局前 要跟各位教练师们聊的是 TCL的秋季家装节 新品的家电火热开抢中 上京东搜索TCL 购买T9 Pro双系统 超薄一切冰箱 可使向我们的超值补贴喔 以及 我们恭喜LPO 勇夺我们的一个冠军 英雄联盟竞选 五款冠军的选手 皮肤半价的一个折扣 动魂追寝禁 禁首次半价 允航圆的那儿三海会拳的 巴德五折特会 还有警示的限定版场 登陆商城 活动至我们的9月9日 召唤师们千万不要错过 以及同样的 请召唤师们持续的下载 英雄联盟的手游电竞 专属的一个客户端 前往我们的游戏威慑 去出入孔立马 我们是联盟 参与皮肤的抽奖 这个宝箱抽奖 已经完成任务 来兑换我们的限定的首饭 现在下载还有机会 迎娶新上线的英雄莫德凯撒 跟天赋觉醒的瑞文 还有卢锡安操作的 电竞赛事好礼 等你来下载接受 好 好 那在第三小局开始前 我们一般称作天王三区战 那因为我们赛前 其实是没有给希哥来预测环节 那看了两把小局 希哥有没有觉得自己 可能第三小局 你比较稍微看好哪一边 不是支持 就是你觉得状态面上面来讲 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蓝色方的 这个胜率还是蛮高的吧 现在来到京东选蓝色方 所以说如果他们的BP 能做好的话 包括Ruler下面这个点 我觉得如果能够解放出来的话 我觉得Ruler发挥的这个空间 还是蛮大的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WBG也有希望 因为你看Lite选手 其实前两把使用的寒冰 状态也非常的好 对 不管是第一局还是第二局 其实都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双方还是得看一看 下路的这个对拼的这个节奏 是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虽然两边射手中单 可能是大河 但谁的下路先有限权 俯衍就能先动 是一个点评非常的专业 那我们也要将现场的画面 准备交给我们的解说老师了 好的 那我们再次恭喜WBG 拿下了天王三之战 这把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焦灼 两边一直都在回合制 这边有优势 这边就一刻欢迎颜色 然后这边刚有启示 这边又被这边按下了 他们的一个苗头 就是感觉两边打到后期的大团 真的就是劈一个大清早 就谁发挥得好 可能那边就能拿下 关键龙团的一个胜利 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C位的装备 基本上也都大差不差 然后关键的可能大家也会 包括杰拉她精神也出来了 可能就是第一波女枪大招也能规避 但可能就是在后面 更多的基于龙魂那个压力 导致WG可能更加细心地 在处理那条龙团的一个站位的同时 找到了一些机会吧 是 可以看得出两个队伍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赛 对于我们4号总指这个门票的渴望 都很大 但也出现了 达到了第三局 施入力慢慢地上升 就比如说一边有拿到大龙的时候 被牙膏的飞机操作 WG这一方 对吧 但在京东这里 听牌了龙魂的时候 又出现了这种大树稍微被干扰 然后杰拉被干扰 然后这个惩戒下去以后 最后是AD位的Light 把这个龙给拿下来 然后让京东没有快一步地拿到龙魂 就是悬念和故事都挺多的 对 其实这一把 其实真的你看就是 我用两个字来说吧 好看 对观众来说 其实蛮喜欢看这种 这种有来有回的这种对局的 是的 是 所以说其实真的就是 像Rita老师说的那样 拼一颗打心脏 对 就是来回拉扯嘛 对观众也要被拉扯一下 没办法 对 真的 每幅到最后一秒 你看 最后我们看那个韩平 1v2 对 然后拉扯赢了 结果基地被推了 但其实真的就蛮精彩的 真的不到最后一秒 你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是的 包含 就其实在这种团 这种两边打得很焦灼 物团的时候 辅助的压力也很大 最后一波 其实最后一波 你看狗头那个十米的传送 留下了飞机一个枯萎 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 然后把蓝色方 逼到红色方那边去 是 所以说其实也蛮关键的 是 打到这种时候 我觉得场上的十个人 其实都是会有发挥 跟有失误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后评论 就是解说其实那边也聊到 就两边的射手可能在 目前的第三场的 这个天望山之战 真的都有点拉满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 包含 Ruler也是有一个中路一箭 忽然射小虎 小虎一技能 想躲那个箭 不想交散 我觉得这把Ruler的艾希 其实在下路前期 不管是上线对线的一个情况 还是她在中期 包括到最后一波 还在尽力拉扯 想守住 拖点时间的那个发挥 其实她真的 艾希她的表现 应该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你还要看到塔站 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这一轮 轮次里面首次出现 一边是AP盒 打输出的杰拉 花女一边是打大树 大树也贡献了2万 对吧 是的 塔站这边也是 又这个英雄也在尽心尽力 就感觉两边现在 我不知道这句话 该说不说 就感觉中单没有拉到满中满 因为照理来说 这个版本两边中单 是要拉到那种 1号位的满 但感觉就是 我们怎么在看一个下路射手 决定比赛的一个版本 然后来的时候没有大招 对 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攻速斜加 吸血鬼全杖 对 但是我判断就是 上半区要打的 这个就有点坏 最多瑞尔埋伏得特别好 她和女枪的大招配是吧 没错 这不就是 前面我可能会考虑 MVP给到流行中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因为 Q展出来 下马接大招 配合上女枪这套洗满 然后镜头外面就只剩 没有给到了 一路被追到自己家上半部的那个LULA 虽然反杀掉两个 但来不及B回程了 对 基地还是被WBG给推掉了 那要恭喜WBG拿到了赛点 这个赛点它意味得还更多是 红色方在今天的第一场胜利 好像是最近红色方 昨天还是有红色方胜利的 但大部分还是蓝色方在流行 是吧 其实对WBG来说 这个心态上面也是有非常大的 世界的提升 对 是的 因为我们说第一局是用直硬币决定的 但它至少就避免了这种 那我没有蓝色方就赢不了了这种局面 这波就是我刚提的关键抢龙 这个还是这波龙很关键 对 这个时候的判断多重要 你这个ADC A一枪的时候 你是A谁 对 往前最后被瑞尔Q伞收掉 是 白乐化了 那WBG能做到吗 现在连锥两场 现在是京东可能需要想想招了 当然我觉得季老师说的一个点 比较正确的是 不知道西哥同不同意 就是感觉两边的中单啊 真的在接下来可能会成为更关键的那个点 就是在大家下路 可能也都能够进行游走 或者说上单多打成画面的同时 谁的中单能够拿到一个后期英雄 在团战里面打出更有画面的操作的 那个团战的那一方 我懂哪这些意思 就是现在两边的ADC 可能都有个90分 往100分去拉满的这种感觉 那两边中单可能是个80 85分 但这种时候 如果你的中单哪边醒得更早 再往90分拉 这个加了10分 就比你ADC位再多个两三分 来得更有影响力 是的 就感觉打到后面 可能整个团队的容错率 也会上升非常的多 是 那下一把 希哥有没有在第四局 我们准备要进这个休息时间 有没有最后一些小点评 其实说实话 我还是蛮期待 就是中单选手能够拿出一些 就是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英雄来着 真的 因为你看什么飞机啊 然后卢锡安啊 这些都放不出来 那么放出来了之后 但是如果说你能拿出一个就是 有没有办法 意想之外的 对 一版本的英雄 说不定 高智哥来一把不 是不是 就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 多变一点 对 像京东现在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对不对 最后一局了 所以 就看这个BP怎么做了 没问题 我相信在场下的这个赛场后面休息室的 两队的教练 教练主也是带着队员 在密切地讨论下一把一个BP 那我们要公布一下京东的下一把 优先选择的蓝色方 继续保持着京东蓝 WPG红方的一个比赛 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的比赛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三年前的一个梦魇给去除 然后成为圈球总练赛的一个 参赛队伍的一个选手呢 当然在第四场小集开始前 还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戏哥 戏哥这个造型 我相信 所有的召唤师们一定都是觉得特别的帅 那出门之前要抓个好造型 让操作造型都是MVP 及三川 专注男士造型管理 选对出门装造型上大分 让每个造型稳定发挥 给你的造型上个BUFF 以及我们英雄联盟运领之一的澳门 公开赛队的参赛礼包 已经开售了面向所有英雄联盟云顶之一 跟金蚕铲的玩家 于9月3日开放购买 段位越高 越早接受我们的购买资格 而且价格也会越便宜 快来请退成为电竞选手的一个乐趣 以喜欢的选手 明星选手同台较亮吧 最精彩的一个节目 更真实的电竞生活 9月6日2024的解说杯 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 快乐多一点 好 那第四小局前 席哥就刚刚有提到到 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些传统的英雄出来 那我也想问问就是 平常你也是一个非常爱打 这个英雄联盟电竞竞选手 那打团队游戏的时候 如果可能在京东这种弱势方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去鼓励队友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弱势 因为其实你看上一局虽然落败了 但其实我觉得选手的状态还是在线的 对吧 所以就是不能 不能就是被上一局的这个 影响 对 结果所影响到 还是要就是抱着我们必胜的心态去 去那个去进行下一局的这个 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比分2比1不重要 这是上一把其实就是洗茶一招 这把继续稳定的去发挥 好 那我们也是借这个 希哥的一个吉言 把最好的状态送给两队 我们一起上县长的画面 有请解说老师 好的 好的 赞哥又要再度地在我们的 清澳体育公园体育馆来想起了 昨天是在生死战当中 京东跟NIP熬战舞局 最终拿下了今天的一个 挑战WB的一个机会 但是在落后1分的情况下 现在也追平了 2比2又要再听赞哥了 真的有点胜负难料了现在 是 这双方又回到了BO1的起点 相当于最后一局 都有机会 是 但我其实看到了 其实队伍里面去做出了一些改变 我还是想要做 先作为一个影子 我们可以看到BP板上 就是我们都知道 卡纳卫一直在京东这个队伍里面 就几年来 他都是一个队伍的核心的一个位置 也比较属于那种 打输出的也合的类型的打法 即使是他拿到盲身 卫这样的节奏英雄 他以前也是刷了自己很肥 大团要去找对面的C位单切 但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 我相信在WBG的BP模拟里面 他不会想到卡纳卫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拿出一个贝尔维斯 不对 是一个翠神 翠神 对 就故意管个啃 就翠神拿出来了 然后这一局的这个作用 确实把前期的节奏也都拉出来了 是 你敢相信他和女坛两个人 在WBG蓝buff那个地方 单杀了瑞尔 而两个人杀掉了瑞尔 对 人家一直 我感觉他玩得像是一个暴女一样 对 就是说确实 但是虽然小菊在那个时候 翠神这个英雄 没办法3-0的时候 就打出那么多的输出 但是他还是可以一直一直做事 对吧 是的 而且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对于京东的选手来说 因为昨天也是BO5 5局打满了 今天BO5又是5局打满了 所以对于选手的这个 不管是体力也好 还是这个心态也好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他们能够把这一场 就是刚才那一小局的积分拿到手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是的 就像我所说的 他们在第三局的时候 虽然失利了 但其实也是状态非常好的 就是不能被这个失利 所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状态 所以第四局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 虽然有失误 但是最后这个筋还是绷紧了的 是 就包含了可能 有一波比较细励性的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波高子哥 对吧 就我们以前要戏撑 对吧 七八点高子哥要睡了 就是打得越久 可能高子哥站得越低 对 下路有一波很快的TP 是的 打着打着到第四局之后 其实中野两边都能选到 差不多自己还比较想要的 一些英雄 然后更多的可能 比如说上单线 能不能在BB上面占点优势 或者是在下路 能不能拿到一个 更好组合起来的一个体系 今天可以发现 其实不管两边是 拿到的女毯还是瑞尔 其实辅助的一个先手 打的都挺出色的 是 然后更多的还是看决胜局 谁能够保持住这个专注度吧 就是一个提到的这个 心态和专注度的一些考验 是的 边打边回 所以最后一个巨言 是没有办法把鲁勒给击杀 但这波就算击杀了 也是一波了 就还是很难翻 对 那有没有要在我们 进到这个短暂休息前 希哥有没有什么话想要 先看一下票行 下路是拿到了五票 然后我们两票给到了一个打野 也有一票是给到了上路的选手 上路 给到了枪哥 也想问问看希哥有没有想在这种可能短暂的调整期 然后想要送给两队的队员的 其实现在就是看BO1了嘛 对吧 所以就是最后放手一搏 大家 这个筋一定要崩直了 然后千万不能松 其实我啊 我作为一个玩AD的选手 我还是蛮喜欢看到下路两个AD英雄的对决 是的 明白明白 那我想问问看希哥就是说 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松是很紧张的 但我们常会说能放松平常心是最好 那你经常也经历过很多的大的表演啊 大的缓 大的这种舞台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就是放松的一些方式 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召唤师们来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晋级赛之前怎么样稍微让自己 恢复一点放松 皮肤要崩的 像你说的要崩紧 但又不能崩到那种太紧的那种局面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往往说最后一局了 选手有什么自己想用的英雄就放手的去选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明白 对吧 然后包括我所说的 有没有一些传统的中单的AP英雄能够拿出来的 还是想看 万一能够出奇效呢 是不是 包括下路的像你说的 如果所有的强势英雄都被封锁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像卡丽斯塔这种有观赏性的英雄能够拿出来 放手一搏或拿自己最自信的 因为这就是俗能生巧 你在重要的舞台上面拿你最自信的东西 可能就可以发挥的最好 是的 好的 那下一把的WBG败德选边选择的蓝色方 最后一场是由WBG蓝色对阵京东的红方 究竟谁能前进全球的农业赛 我们稍事休息 拭目以待 成王败寇 对吧 战场上面永远只有一个赢家 当然在我们第五局决胜局进行之前 在敬请各位赵玩诗 首先是我们手游的讯息 冠军荣耀无双在线 英雄联盟手游冠军评服 KBG任屏浪请 菲欧娜已经现实上线了 KBG任屏浪请 破浪菲欧娜的新品上线 首周只要九折 仅需四百五十的诚实原始就可以兑换了 首套的冠军系列评服 NOAH的天赋卷起也是现实的反场了 凭借浪请 永灯高峰 带英雄联盟手游用你的无双剑技 征服这片战场吧 以及我们LPO的官方授权选手卡 新火触摸第二弹的补充卡 现在已经正式发送了 青春洋溢的设计风格展券 选手我们的一个朝气以及魅力 更有自拍合一笔新疫情特卡 等全新的卡统 小学期说我们的不凡盒子 来挑选更多的一个讯息 再来是8月3日 召喚师们仅需登陆英雄联盟的购物单 输入我们的口力码 即可领取多重的一个奖励 首次输入我们的口力码 就会获得银龙宝箱 开递获得一款皮 这个奖之内的未拥有的一个体股 包含全英雄 全皮肤等多款大奖 等你来抽快来参与吗 最后是请持续的来上我们的虎谷 收拾LPO的评分 评选你的关键先生 决胜局 你也可以来评出 谁是这个前往世界赛 最重要的一个工程 最后一局 最关键的一局 谁是那个关键先生呢 大家赶紧参与一下 是的 其实我觉得两支队伍 对于最后这张门票的渴望度 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其实到了此刻 我觉得对于两支队伍都是有希望的 最后就是看谁能够 屏住这一口气 屏住这一口气 冲出去了 对 但其实现在我觉得WBG 他们在蓝色方 其实在BP上 其实是比较好做的 是 对 所以对于京东 我刚刚也说了 连续两天BO5打满了 对他们来说强度真的蛮大的 所以真的希望选手们 都能够把这一口气给绷住 是的 最后的这个舞台 那我们就将时间 以及画面 留给场上征战的一个选手 一起将画面交给解说型 让我们再次恭喜WBG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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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我们LPO第四张门票 最终在敖战舞局的结果 已经尘埃落地了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想问一些话 你相信光吗 你相信光吗 对吧 这把看完我信了 就像是 就我们说到的 就希哥说到的 对吧 要相信自己 Lite在关键的时候 拿出了自己最自信的 寒冰射手 以及在顶着BP上面的 压力的情况下 因为你前面先给射手出 我觉得也是 教练组应该有看出来 今天整个竞技状态 是下路LULA跟Lite的一个比拼 所以把永恩 把小虎的这个优先级 放到了四五楼再去选 那面对这种BP上面的压力 他把可能备受刺疑的永恩拿出来 虽然这一局不能说小虎暴息了 但他依旧是有非常料理的表现 中路牵扯鳄鱼 打出TP 下路有一波打出牙膏的 哲力的一个闪现 他做到了队伍 给予他的一个任务 然后最终 团队挺出一股神 然后拿到了这张分析 没错 就像记得说的一样 其实这一把 我的WP进五个位置 每个人都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核心一抢寒冰 然后把小虎的优先级放到了四五楼 像你说的 但是小虎 他扛住了所有的飞翼 他拿出永恩 然后打出了永恩 虽然就像你说的 没有特别 但是他至少没有犯错 他扛住了 是的 把自己该操作的东西操错出来了 所以Light也是 我觉得Light真的就像是Rita说的一样 是WPG这一道光 包括他最后那一道神剑定住了Ruler 没有双招的Ruler 对 游戏就要在此结束 对 我觉得两边其实打到第五局 真的都像我们展现出了 他们真的已经拉满的一个竞技状态了 所有的选手我相信都是努力的想要拿到这张门票 当然对于这些来说是遗憾的一个结果 但没有办法 竞技就是这样的嘛 竞技就是这样 但是竞技也有另外一个就是 你不管跌倒几次 也都可以再站出来 跌倒这个勇气 这个共庆的时间 还是属于我们所有的英雄联盟的一个召唤师 现在就登录英雄联盟的客户端 进入银龙传送门的一个活动页面 输入我们的口令码 今天的口令码是我们的英雄登场 就像最后一把的Light的一个寒冰一样 也是我们家里奥的一个大招 即可领取我们游戏的好礼 首次输入口令就可以换得我们的一个百分百随机皮肤 最高可以引起全新的神话幻想系的一个皮肤 时间直到我们的9月8日 即可就要上号来领奖了 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天的区域资格赛了 所以也怕有些召唤师们错过了我们这次的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不用你花任何一毛钱 就把口令输进去英雄登场 很简单 对吧就可以领取 当然我们其实13周年庆这几天的直播里面 各种口令马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多多少参与到了 是的 然后当然也要跟灌召唤师们先做一个预告 我们当然一样待会要跟着我们这个回顾 然后来票选这个赛后的一个MVP 对吧 但也有一个出征仪式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出征仪式的召唤师们 也先不要值得一个转台 那当然我觉得就刚刚没有聊到 首先WBG今天有一个做的一个VP特律 就是我从头到尾有瑞尔大树这套我就要 这一定是短暂的调整期里面 他们觉得最好的浮野组合 那塔战做到什么 第一波草丛虽然六丛没空到 他躲在那个F6上面的那个草丛 他确定了没有饰演 然后来了一波很棒的落后的一个开团 那是整个团队的第一个节奏点 而刘青松的一个瑞尔也是 持续地在为团队去开出好的先手 然后给予团队的一个团战机会 可能WBG粉丝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五个人体现出了英雄联盟电子机 其他好看的地方就是团队 对 所以说其实真的就是 我觉得他们五个人都封出了最后的这根弦 没有掉链子 没有掉链子 所有人都是最棒的 互信 然后也互助 然后最终在这个团队合作下面 去前往了世界赛 是的 要恭喜WBG 是 就这一个门票可以说也是 夸张一点说是Light一件一件 每一个小走位 每一小步的前榻去点出来的 这整个团队里面算是 比较稳定的一个点 是 就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说 所以看到了最后这一件也有点感慨吧 就是最后在高地上的那一件 刚好是命中了一枪 是的 但当然呢 也要就是跟 先看一下票行 这里是联盟裁判给到了 我们刘青松的Rail一票 八分之七的一个得票率 那当然最后的这一时间 我们还有要等待这个出生仪式 但我想要借这个时间 也让我们的明星召唤一席 西哥 来 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四支代表队的一个祝福 因为我们四支代表队都在台后 准备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出征仪式 是 其实每年的这个世界赛 我觉得能够出征的四支队伍 每一位选手都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们都是一轮一轮 经过联赛的高强度的比赛 然后最后争取到的这个名额 所以说呢 其实真的由衷地想要去鼓励他们 让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 然后我觉得心态其实是竞技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相信我可能很多观众没有看到他们下面的一些辛苦的训练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心态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如果有机会我能和他们进行一些接触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和他们交流交流这种调整心态的这种方法 是 对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到了最后那根弦 你谁的心态好 我觉得就是能够拿下比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比较难用话语用文字去描述 是 因为一般的可能玩家我们都打英雄联盟 都热爱这款游戏 但是比较难去体会到在这么多的万人的舞台面前 在扛着你背负着是一个可能我们说赛区的荣誉这样的一个事情 没错 你再往前行 就是说当然我们刚结束不久的一个奥运会 也有非常多的国家的运动员 也是就是我们也会听到他们在受采访里面一直听到 就是很多的教练组日常的训练很多时候是技战术的一些训练 但到了赛场上很多时候就是很多的教练是要帮选手去调整形态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其实 现在四支队伍都出来了 BLG 陶伯 然后李宁 还有咱们的今天出生的WBG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去享受这个舞台 展现你们自己最享受的那一面 我觉得你们就是最棒的 没问题 祝福已经给到了我们的队伍 但当然进行我们的一个出生仪式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今天获胜的一个采访 我们先来听听打WBG的选手 获胜此时此刻 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分享给大家 好的 也让我们再次感谢西兰姐带来了一个 简短的一个赛后采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Light的选手 感觉她的眼睛里面又有了光 再度的要照亮到我们的这个世界赛的一个舞台上去了 那当然了 我们马上待会要来准备进行我们的一个出生仪式 但是我们还要等待这个现场的一个时间 那也简单的几个资讯 我来同步给大家好了 就首先是我们其实在昨天 已经是抽出了入围赛的一个对阵图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总局赛的入围赛 但是今年四号总指 也就是WBG跟我们LPL跟LCK 是不用参与到入围赛的 就只有北美的三号跟欧多的三号要来参加 那抱歉 目前整个LCK现在只有Gengi是锁定了一号或二号 二三四号 其实LCK这边还要到九月七号跟九月八号的一个时间 才会来确定 那当然北美也是竞争的比较慢 欧洲已经是尘埃落定了 已经是一二三号 一号是G2 二号是Fanetica 三号是MadeLab 就其实大家可以期待后续 比如说抽签 或者真正所有的种子确定下来之后的一个赛程 那当然其实对于LPL的队伍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直接进入到后续的正裁阶段了嘛 所以大家其实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些团练和准备 然后等待着可能正裁里面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发挥 当然其实也要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送给咱们的四支队伍吧 是的 也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 拿到了这个机会 我常常会很喜欢就是那一句话 一生仅有的机会 每一次去世界赛可能都是 不一定是唯一一次 因为像刚刚赛特选手也是 再度的登到了舞台 塔战选手也是 对吧 但是去了这一次都要当做是最后一次的一个机会 当然这边也想要来问一下罗云西我们希哥 就是我们刚刚是给到了我们四支代表队一个祝福 那今年也是很荣幸来到了十三周年的一个盛典 再度请到您来跟我们一起看这个最后的一张门票 有没有什么祝福和话想要送给我们的玩家 送给我们的召唤师呢 其实我自己就是作为一名玩家和召唤师来到现场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最大的感情就是热爱 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情怀在里边 所以说其实真的对他的那种哪怕是我平时可能玩的时间没那么多了 但是我也会去关注像一系列的赛事 所以其实真的就像是一个看足球的球迷一样 我在看英雄联盟是蒙迷生活的一部分 对所以其实真的对他就是一种热爱 那其实我还想说的一句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很多英雄都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了 是的 对吧就是很多英雄他很难上场 但是我们作为玩家我们可以百花齐放 我们可以玩到很多自己想玩的英雄 不管是刺客也好 对吧现在刺客可能在职业联赛上很难上场 但是呢很多玩刺客的高手 我们私底下还是会玩去热爱自己擅长的那个英雄 是的一样可以打出高光的操作 然后再不管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去发布自己的一个漂亮的一些高光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每一个热爱英雄联盟的玩家都能够把自己热爱的那个英雄 也发挥出他自己那个高光的点来 是的我们同时看赛事为我们的LPL的英雄加油 但是希哥的意思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 就是每个人也可以做自己峡谷中的英雄 是的 是的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希哥来到我们的这个 谢谢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一个舞台 谢谢 那当然最后呢 我要来提起召唤师们来观看英雄联盟赛事来 瑞平选手的一个赛场表现 登陆虎谱搜索 选手的一个评分 选出你心目中的关键先生 以下是虎谱 根据我们今天的一个表现所评出的一个评分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虎谱评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13周年盛典 以及继我们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资格赛的所有内容了 马上要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征仪式了 也预祝LPO的四支代表队 都可以为LPO争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准备进入我们的出征仪式